中国南南新主帅选帅的过程可以说是几经波折 杨纳斯基斯本人的首次亮相也是一拖再拖 今天上午这位希腊名帅终于乘飞机现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这一标志着中国南南新一轮备战将正式拉开帷幕 上午9点一刻 杨纳斯基乘坐着的奥地利航空OS-63悄然抵惊 而在后期大厅 各路媒体早已经准备好了长枪短炮蜂拥而至 9点43分 一身深蓝色西服的杨纳斯基走出海关 到达出口里也立刻变得无比热闹 似乎是受到了中国媒体热情的感染 杨纳斯基的脸上看不出太多舟车劳顿的眷容 面对镜头他也总是保持着微笑 而厚厚的几箱行李似乎也预示着 他做好了在这里长期奋战的准备 杨纳斯基曾经两次随希腊队来到中国 对于这里他其实并不陌生 但在异国他乡开始一段执教生涯 对于这位希腊功勋主帅来说 也是一段难得的经历 根据安排 杨纳斯基将在今天下午迎来和中国队队员的首次见面 而考虑到备战需要 中国拦协此次也不会特意为杨纳斯基举办新闻发布会 谈到与中国队即将开始的合作 杨纳斯基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卖星 杨纳斯基斯来了带着一箱箱厚厚的行李 看起来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中国度过一段漫长的岁月了 不知道中国篮球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去迎接这位希腊名帅所带给我们的这些转变 其实每一次这些外籍主帅的到来 似乎都会让我们的球迷和媒体们趋之若鹜 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但我想说的是 比起短时间内程序上的提高 我们更应当重视的是这些外来的名帅们 能够用他们自身的方式 去加深我们对于篮球的理解 去丰富我们对于篮球的认识 希望这一回杨纳基斯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宝贵的财富